在今天的头条焦点 我们要先带您来关心这起惊悚的火烧车意外 这个地点发生在彰化的社头 您可以看到有两台机车就在路口就这样发生了对撞 但没有想到其中一台车就起火燃烧 甚至有一名机车骑士当场就被大火给纹身 痛苦挣扎 而且在地上打滚试图要来灭火 而后来整个火势扑灭之后将他送医抢救 发现他有全身51%的烧烫伤 机车骑士行经巷口左转 和力部直行的机车发生碰撞 两人爽爽倒地 下一秒机车瞬间起火燃烧形成一团火球 火势延烧到骑士身上 只见骑士痛到四处逃窜不断痛苦挣扎 在地上打滚试图扑灭身上的火 目击民众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直到骑士把着火的上衣脱掉才结束这场惊魂 事发当下有热心民众拿灭火器 帮忙灭火 但火是直到消防队员到场才扑灭 接从火烧车意外发生在一号下午两点多 彰化射头原急路一段 抽回现场还能看到马路上有大火燃烧的痕迹 机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受伤的邓性骑士全身51%手脚烫伤 而起火原因疑似是因为汽油外泄 加上车辆倒地时摩擦地面所导致 它伤势较严重 它有5、60%的恶度灼伤 那烧烫伤的部位分别在手脚身体 也恶度灼伤 邓性骑士伤势严重虽然意识清楚 但还在家户病房观察当中 由于车祸地点是5号至入口 详细的罩泽还有待警方厘清 记者文费林一峰胡杰伦展华报导